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顾七十三年来 中央政府带领全国人民 艰苦奋斗 探索一条 涉及中国国情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中国一样成为 当今世界的第二大兵制体系 今年也是香港回歸祖国 五十五周年 英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香港应该把新时代的 非语主动对峙国家的战略 拥有国际国家发展的大力 发挥会靠祖国 联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的优势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成立七十三周年 建国以来 国家奋力自强 痕在不屈不扭 牵刃不拔的精神 跨越了重重困难 今天的中国 无论在经济 社会 科技 体育文化等多个领域 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香港玫瑰祖国 开启了香港历史新纪元 二十五年来 在祖国的全力支持下 我们在特区政府 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一国两制实践 在香港是取得了 举世公认的成就和成功 香港前途和国家的命运 血蜜相连 食食尚关 在新阶段 香港要继续发挥独特的地位和优势 我们要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发挥好连接祖国内地 和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和视窗作用